祝了一個夢啊 5點18分的是祝了一個夢啊 目前在封控啊 封控的時候 一下子不是封控的人 從那個飛行機掉下來呢 反正就掉了 我還看到那個 飛行機的顯示的溫度 疤在耳朵 當空車是調在 散熱器頭上 當它顯示的溫度 疤在耳朵 這溫子就記了下來 這個夢 集體我忘了 好像是說在封控 飛行機裡掉下了一個東西 然後呢 那個調控的時候 溫度呢 放在散熱器頭上 但是呢那個 實際上裡面的溫度呢是 82度 我看到一個 一個虎劍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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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像是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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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模型 那個模型 設計的時候 同設計啊 差異實際上挺大的 它設計的時候呢 比如太空艙 在離我們 地球大概 大概四百公里高的 一個太空艙 它設計的時候是一個 魅力的空間 是一個豐厚的空間 是一個豐厚的空間 另外呢它自己設計的時候呢 把那個 溫度啊 設置在人最深移的溫度上 人一般的體溫是37度嘛 又 放在最深移的溫度上 但是呢 有時候 太陽直接照在那個 照在那個 大雨上的話 飛行 太空在那個 外面上的話 外表溫度會很高 可能很高 夢裡面不是見到一個說 可以到了那個 八十七度嘛 也就是說外面的溫度很高 但是保證裡面那個 是可以37度的人在裡面 這個夢想的什麼 講的是那個 國際空間戰 國際空間戰實際上是那個 既的地球很近了 沒有超過大騎乘 沒有超過大騎乘 所以呢 如果沒有超過大騎乘飛行的話 沿網是不管的 沿網管的是什麼呢 是管那些非洲大騎乘 人呢如果 非洲大騎乘 然後穿越了那個 穿越了那個 穿越了電力層 電力層就是個鐵絲網 如果說 人要飛出那個 大騎乘的話 然後碰到鐵絲網的話 那野蠻就 野蠻就接過去了 接過去就 就會把他 把他靈魂打一頓 打到他社區 社區意志裡 曾經那個 楊立威 飛行的過程當中 就被 被野蠻敲接了 被野蠻敲接了 敲了他聽到 咚咚咚的聲音 實際上不是咚咚咚 是啵 啵 這樣的聲音 然後回來一個人 他就講了這個事情 好多人幫他 幫他 跟他聽聲音 是不是這樣 他說不是這樣 不是 我一明白就知道 野蠻 原來野蠻 糟蹋了 也就是野蠻幹什麼事的 我們原來都是說 死了一個被野蠻 野蠻要什麼什麼 這是他的第二個功能 他的第二個功能 是防止地球人 飛出地球 為什麼 因為地球人老是發生戰爭 外星呢 怕那個地球人 飛出地球和戰爭 蔓延到其他 星球上面 所以迷茫星那邊 派了那個野蠻 守在這裡 守在這裡 就防止那個地球人 飛出地球 飛出地球 如果一旦飛出地球的話 他就把他 把他敲戒 敲戒 讓他拉回來 所以呢 那個想要飛出大氣層的 那些人呢 就會被野蠻敲戒 因為畢竟飛出大氣層的人 人 不算動嘛 有的人回來 也保密了 遇到的事情 當然楊一輝這麼講出來了 講出來了 講出來一個 打個鈴牌一看 同前面講的那個 一字文和的 一字的 就是 外星人呢 不希望地球人飛出地球 因為一旦飛出地球一個 那麼 一旦飛出地球一個 那麼 他們 外星人就害怕了 害怕他們入侵地球 也就是說 地球上 發生戰爭 總是有戰爭 而外星人是沒有戰爭的 所以呢 外星人就沒有 這樣的 要戰爭的念頭 但是呢 看到地球上總是這樣 不希望地球人飛出 飛出地球 所以呢 他一旦穿越那個 大氣層的時候 就會被敲戒 但是呢 國際空軍戰呢 是離地球很近的 沒有飛出大氣層 所以呢 沒有被敲戒 是這麼一回事 敲戒的是人 好 知道了 是這麼一回事 好 再見 再見